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基地对战LM的第二局下半场 这里Nonino是从半位上来看就是一个雕刻架 搬掉了那个佣兵和机械师 这道阵容真的叫手搓烂阵容 抓人很辛苦的 他带了一个船 带了一个船没有闪现更辛苦 慢慢打吧 这个局我觉得有的打打了 前面除非穷者给到失误 在不给失误的情况下 第一个人前锋这边牵制 我觉得没有闪现雕刻架 他至少牵制个100秒得要 100秒算是优秀 及格的话也得有80秒 躲一躲雕像 差一点点球好了 这边等好 一个空档拉到 其实他可以拉这边的交互点 他一波球拉完 拉完那后续这边的话就死追你了 他这边拉交互点跟这个雕刻架玩一下 因为当时其实雕刻架已经交了一波雕像 所以他手上面的雕像的存量并不是特别多 前锋这边要吃一刀 一刀 然后走前面祭司留下的洞吗 有祭司的辅助洞吗 看一下野人这边已经过来了 往前走 躲躲躲躲 穿祭司的辅助洞 等到这里雕刻架穿动的时候 野人爸爸来了 这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配合牵制 连环套 往前走 我开车 传送过去 反风一手来找 刚好 这手传送交的非常精妙 一波推 前面有交互点 但是能进得去吗 能进得去吗 假死 可以 还行 那这个牵制时间的话 我觉得雕刻架也能接受 这个传送非常非常的关键 也不是这个传送的话 前锋 因为前锋 第一时间一定是想的是要上车的 所以说当你传送的时候 前锋再回头 其实这个距离已经 前锋已经回不了头了 就已经来不及了 配合是配合出来 但是雕刻架这边 对吧 你有招量技 我有过枪踢 一手传送是打破了 球者这边的一个配合思路 野人卡着来就第一波 这个前锋是个白板 打完以后 我觉得雕刻架现在是个小优 为什么 这雕刻架天赋上面带的是一个挽留 他前期抓的第一个人 花的时间不是特别特别久 再加上外面这套聚容修的 又不是那么的快 或者说这套聚容修的 还是挺慢的 以至于我觉得 现在雕刻架已经是一个小优了 很有机会能够保平 真下这个盛面 看这波防守吧 这波防守的话 我觉得他可以稍微往前走一走 去打两刀 对吧 反正是这个野人旧 你这边雕像 要么你投粉场去干扰外面 你居然不投 雕像现在这个粉场的真空气 你就追出去打 对吧 把这刷到二阶 哪怕这个野人把人救下来了 你也能够去抓下一个人的一个节奏会快一点 等于说现在就是让野人在这边摆卡了一轮 然后你这边过去两个怀表大副 你又没有到二阶 你没有二阶雕像 你拿这个大副还并不是那么的有办法 所以刚刚野人过来 他既然已经过来 你就往里上打 对吧 打两刀你就到二阶了 那不是 对吧 不打 打两刀 他说不定还逼他救 逼他救的时候 说不定还能打一个双刀 那你到这边打的有点偏过于保守了 过于保守了 好了对吧 你如果是个二阶的雕刻家 你现在这个追击能力就要比现在强一个档次 你现在得两年 你得两刀把这个 把这个 就是什么 这个大副给击倒了 你才能够去到二阶 这里要穿洞吗 穿洞的话 雕刻家这边是传送 明的传送 但是洞那边的话好像没有传送点 但是大副并没有使用 追野人 野人骑猪 骑上猪 打一刀到二阶 然后再反身过来找这边的大副 祭司的话应该打一个洞 出轨屋吧 给队友进行一个支撑 没有 但祭司这个走位好像再有想法 刚才其实我觉得这个穿洞也不错 他们这边可能想的是穿洞了以后 雕刻家已经到了二阶 对吧 一个坟场丢过来 可能这个人摸不起来 摸不起来 祭司说不定还对被打一下呢 好大副再交一块怀表 这块还要看一下 能不能把祭司跟野人电机全部拖出来 雕刻家这边是选择回升过来管电机也对 因为这个大副现在是一个非常残的状态 但是你这样放大副走了呢 不起一个上挂节奏 大副待会万一能找到祭司摸下去 不说 对吧 说不定还能翻个箱子 穷者跟你慢慢的盘了 即便你有挽留 但是这个局真的如果让这三个人有 比如说大副有个道具 对吧 野人跟祭司这两个人在这个局 后面开门战的时候 其实能力很强的 大副万一有个什么道具 真打到三人开门战 我觉得雕刻家可能也就保个平了 这里好像是看错了 眼睛一花 以为电机在抖动 想反手过去秒 大副说 想不到吧 我这边蹲着 本场一照 野人电机点开 祭司电机差多少 这边还要躲柜子 祭司这边管自己修 还差最后带电机了 这一轮的话节奏断了 对吧 那刚才如果说抓着大副 抓着大副确实挺好的 他控电机也可以 控电机的前提是 你这边要控住这台电机 他控了电机以后 后面又选择一手传送的 这手传送确实给到 凶者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看一下 这边祭司接走大副 来 小伙子 我给你治疗一波 摸起来你又是一条好汉 然后这个野人在这边 其实闹得这个雕刻家蛮烦的 就是你又有耳鸣在这边 我也不确定人在哪里 这边想把野人的猪逼出来 逼出来了以后又得走 祭司那边把大副摸好 大副开始翻箱子 诶 剧本好像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这个剧 大副这边翻箱子 但是爆了乌鸦 那要死抓 呃 死抓 这个大副大副所在的点位 是鬼屋能上二楼 也不是那么的舒服 他想要控这边的三台电机 因为现在留了一个单边三连 我觉得穷者这个时候 其实是两人过河 一人在这边牵制会更好一点 野人牵制这个 马修带后面一台 然后剩下两个人全部过河 对吧 派一个人过来修 这个人受伤了 立马回去 立马回去找另外一个队友摸 然后野人在这边吸引 那祭司就 这个这个雕刻家就不敢过了 如果说两个人全部在这边 其实还是蛮容易 被抓到一波机会 然后摁住以后起 给雕刻家起一个击倒节奏的 祭司这里吃一刀 后面野人在修 大副摸了一根针 摸啥不好摸了根针 野人这边 骑上猪再打一刀 祭司这边好像是连了一个大洞跟队友 坟场 能留下吗 呀 差一点 差一点 这两个人又能摸一轮了 还行吧 给他们留了个尾巴 四分之一的血的一个尾巴里给他留着 对 这样的一个两一分配 对于雕刻家来讲 他就比较难抓到机会了 就是两个人过河 那边是没有电机的 你过不过去 你过去抓 我这边点电机 你不过去抓 我野人就在旁边 他眼睛又花了 Lonino今天前面也没打呀 对吧 前面LM打了 他们的眼睛都没花 怎么Lonino花了两波呢 这个传送你不看到电机 抖动不会传的呀 这一个传送交调 求人者又能盘一会儿 大副可以继续慢慢翻箱子 这边坟场 打一轮 在河 野人躲掉 叫雕像 半血野人 祭司过河 对 这个打法是最稳健的 最稳健的 特别是有祭司存在的情况下 甚至祭司就在河队上站着 看着队友 对吧 你危险了 我打个洞过来接你一下 这里就看什么时候能抓到人了 因为这样穷者的一个拉扯 对于雕刻家来讲 是非常非常考验他的一个耐心的 而从刚才两波传送 传没传好 或者说直接传空的分析 我觉得Lonino可能有点累了 第一局女巫打累了 就是这眼睛花了 这问题很严重啊 这是BO5的比赛 打着打着 万一打到后面 BO3 当然BO3可能要换一个监管者上 也有可能 好野人这边也过河了 三人过河 然后来进行波补给 这局可以拉扯很久 就看到Lonino这边的一个坟场 找到以后 能不能快速来带走一个半血的人了 如果说真的让穷者这边慢慢的拉 慢慢的拉 三人开门站还是很有机会的 这里拉走 拉走 一个护壁跳走 回声过来 把道具一逼 那大副这边估计应该是继续翻箱子了 对 大副这边再翻 我觉得吧 他刚才那根针可以捡起来用一用了 他那个针不知道放哪里了 野人这边 好 起上猪 非常非常的怕 因为野人这边不能再掉血了 野人一旦倒地 这挂在 挂在就是 你挂在对面还好 对吧 你也只能用那个坟场来打 你要是挂在地图的这一半 那就是人机双手 两个人穿斗 进行一波治疗 祭司在还是确实 这样地图有一个祭司 真舒服 对吧 你过来 我再穿 但这里的残影 给消了 消了 先把这边的大副摸好 两个人拉开 倒一个没关系 倒一个没关系 野人这边的话 大概率不太敢修 而且能力道这边闪现 这传送已经好了 别看歪了 别看歪了 传送错三次 就搞笑了 55%的治疗进度 这边顶过来 我就撂你野人 不敢点电机 你一个四分之一血的野人 你胆子那么大敢点 敢点一个坟场投过来 你就没 估计是这么想的 两人开车只能走一个 哎 祭司又被打下来了 那这大副也被留下了 这个人感觉 你怎么抛下我 记到节奏有了 记到节奏有了 野人电机开始修 29% 大副这边被抛下了 这波 其实球者这边的一个应对 还是有一些些失误的 给了一个空档 让这边抓到了 抓到的话 由于现在球者全残的 野人投铁点电机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坟场 能不能投到野人啊 投过来 差一点点 野人直接起上猪 一个坟场的CD换一个猪的CD 刁告家完全不亏 然后人往前顶 拦住祭司 这边坟场再往外一丢 祭司得去补那个野人的电机才行 对 祭司得绕过去补野人电机 野人这边往前顶 局势已经崩了 球者这边的话 只差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两连雕像 崇高之行 能不能带走祭司 带走祭司直接传送回去 还没带走 野人这边到了 还卡半救了 但是问题不大 为什么呢 这边挂到这个半场来了 这个半场有电机 我坟场管电机 人管人 两个人得等博命结束摸一波 现在一个空档期 能不能找到 两个人找到一个 我觉得雕刻家这把都是一个4 真的手指头都搓烂了呀 野人其猪 大富博捡起了刚才摸的那根没有用的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道具现在可能没有用 将来它可能是一件硅宝 例如什么 例如喷大帅的粉丝团 对不对 赶紧加入喷大帅的粉丝团 打一波广告 现在看上去可能没什么用 说不定将来 对吧 它非常的有价值 这句话说了我自己都不信 算了大家就当没听过吧 这广告不是很切实际 两连雕像合体 带走 没带走吗 这里打了一半的血 野人这里救下来 再补一轮伤害 一刀打中祭司 再推 漂亮 那这个局变成一个4了呀 先挂野人 再挂祭司 不是你不追求一个4抓吗 不追求一个4吗 电击不点 我有跟针 粉厂一头 过来电击点亮 点亮有挽留 一刀没 野人血线一半 好像跑地窖的话 有点远呐 这有点远 往前走 手上面还有两个雕像 合体再砸漂亮 一个完美4抓 打是打了很久了 打了十多分钟有了 但是 其实还是看得出来 NONINO这个 监管者还是比较有耐心的 他打的确实很有耐心 慢慢的磨 慢慢的耗 一点一点的消耗 那这样的话2比0了